紫米糯米比例1比1冷水泡两小时 紫米糯米1比1冷水泡两个小时 正常煮饭的水味就行 然后正常煮饭功能就行 不放糖 纯用炼乳加到你喜欢的甜度 不用放糖 用炼乳加到我喜欢的甜度就行 芋头7 紫薯3 如果喜欢颜色更深 紫薯可以多放一点 老酒芋头6 紫薯4 给它上锅蒸熟 完全蒸透 也是纯用炼乳加到你喜欢的甜度 给它们完全蒸熟 然后再用炼乳加到我喜欢的甜度 然后一点点加入牛奶 用料理棒给它们打匀 再少量多次的加入牛奶 用祖传的料理棒给它打成泥 放置在室温软化的奶油奶酪 少许来一些糖 再来一块室温软化的奶油奶酪 加少许别糖 奶酪的微咸能让甜品的层次更加丰富 奶酪的微咸可以让甜品的口感更加丰富 找一个透明的玻璃模具 铺一层紫米 铺一层芋泥 随便找一个模具 铺一层紫米 再铺一层芋泥 再加上一层厚奶酪 再铺上一层厚奶酪 多做一层 再来一层芋泥 顶部再盖上一层紫米 最后上面再盖上一层紫米 再做一个能脱模版本 你看我聪明吧 我做的就是脱模的版本 冻四个小时以上 放冰箱冷冻四个小时 直接拎出来 直接拎出来 上面再盖个盘子 再把它们倒扣翻转一下 再拿掉上面的盘子 上面盖个盘子 然后再给它倒扣翻转过来 再把盘子拿掉 再撕去上面的保鲜膜 再把保鲜膜撕掉 今天小白也不可能翻车了 一定要去试 真的太好吃了 哇 连我这种小白都没有翻车 玉尼老袋赶紧重整的 绝绝好吃